大家好 2020年12月1日 第四部视频 今天早上 凌晨 怎么也睡不着了 就起来把昨天没做的视频 做了一下 因为受家里条件限制吧 只能是在这个阳台上来做 在阳台上做 就灯光不好 所以还是拍了一下 孩子的玩具 还有孩子画的画 作为一个背景 没有继续露脸 并不是因为一些 小五毛对我的攻击 我就不敢露脸了 既然已经打算露脸 把这个 长得挺丑的 也没有化妆的这么一个面孔露出来 那以后就是有条件 还是直接用 真人来进行这个直播 也不能叫直播吧 进行这个 节目制作吧 今天 是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 参议院 提出的中期退市法案 在众议院 已经获得足够的支持 应该马上进行表决 也就是说众议院 很多议员 两党议员 也都支持这个法案 这个从立法层面 参议院通过 众议院人数也够 马上就通过 参众两院都通过 就会形成法案 可以送到 川普总统的桌子上 用不用 那就看川普总统了 我估计 川普总统 应该会用 以前有一些行政法案 我们知道送到 川普总统那儿 川普总统 出于这个 他的大政考虑 并没有实行 这个法律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咱们也聊过 很多朋友也都聊过 都了解的 就是中国很多上市企业 在美国 不遵守美国的这个 监管法案 他用中国的这个 会计 审计来进行 原始凭证呢 也不给这个 美国证监会 美国法律 所规定的 会计事务所 和有审计事务所 进行把关 美国 只能看到一个报表 但是看不到原始凭证 看不到 详细系统的 全面的 这个财务报告 所以呢 给中国企业 在美上市公司 这些企业 上市 以及 上市之后 的 这个 股票交易 债券交易 形成了巨大的 可以 演示 或 做假的 空间 美国出台这个法案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因为原来安然 安然公司 财务 财务造假 给美国公司造成了 美国证券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引起了一场金融风暴吧 算是 中国其实也欠缺这种法案 但是中国不 始终以国安法 还有这个 什么情报法案 拒绝提供这个材料 那美国现在就要通过法律 外国公司 也不针对是 全部是中国公司 但主要就是中国公司 因为大多数外国公司 呃 还是本国法律 是相对公公开公正透明的 中国做不到 中国公司就利用这一漏洞 采取欺诈的方式 来美国上市 本来他不符合美国上市的条件 或者是资质很差 但是呢 通过财务包装造假也来上市 上市之后 含粉饰业绩 造成假象 给投资者 特别是能影响巨大的投资者 比方说 养老基金啊 实业基金啊 就职基金啊 这都是一些很大的这种 投资基金 投资财阀 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他们的损失背后就是 呃 养老金 失业救助金等等 医疗基金 至于危险之地 不仅对金融行业 也是对失业养老等等人员 日后领取相应的救助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 出台这个法律 是完全正确 完全有必要 和非常急迫的 因为中国 把赴美上市 不是当做一种 投资者 嗯 拿出一个好好的标的 给投资者 双方 一块共赢 不是出于这个考虑 就像对中国的股民 中国的韭菜一样 是来美国圈钱的 是来割养韭菜的 这种卑劣的行为 早就该制止 但是 直到到现在 非常棒 这个法案马上就要通过了 我们希望 所有这种欺诈公司 离开美国市场 当然如果是 在中国市场也有类似的法律 并得以认真真实的执行的话 也能离开中国市场 救中国股民于水火之中 但我们很遗憾 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美国国会有中国委员会 报告 需要再立一个法案 什么法案呢 建议考虑一个 委员会 与美国在各行业 主要是科技公司各行业 的撬除 还有美国的盟友公司 这些 盟友公司 大多数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有相同的价值观的这些国家 他们都是法治国家 一起合作 制定技术标准的时候 优先考虑这些公司 而不要把公司 所创造的一些技术制高点 然后以此制定标准的时候 采用中国的标准 因为这个好像看似有点不公 谁的技术先进 谁设计的领域没有标准了 那就可以以它来起草标准 但对中国确实需要另眼相看 能不用中国的技术标准 就不用中国的技术标准 因为掌握在邪恶政权 所控制的公司下面的 所制定的标准 有可能会影响自由世界 这个大家想一想也就很简单 还是那个我常说的老圣禅谈的一个例子 就是菜刀在厨师手里能做出好菜来 在疯子手里有可能会砍人 就是这么个意思 接着这个事情 刚才出这个标准 放在川普总统的手里 我们说川普总统会不会用 川普总统最近连续出台了很多 制裁中国公司的行政令 接着这个事情呢 也聊一聊 这个川普和拜登的区别 昨天和两个好朋友 我们一起聊天 聊天他们说了一下 更倾向于支持拜登总统能够连任 认为拜登总统连任 先后能够继续他现在的这种趋势 特别是川普后期执政的时候 这两年以来通过和中国贸易战 通过制裁中国的香港人权事件 西藏新疆人权事件 还有面对疫情这个事件 能够对中国施加惩罚和制约 比方说制裁多少军企 制裁多少中国国有企业 垄断企业 制裁中国的这个恶劣事件的这种直接责任人 按照马格尼斯法案 能够追究这些侵犯人权 反人类罪的这些罪犯 等等等等 好像感觉一个命令接一个命令 前两天我们还刚报道 那个限制中共党员陆进美国 已经有具体的行动了 这个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 好像感觉畅快淋漓 这样不断的抽出 抽出行政命令 不断的进行加压 中共就能马上垮台 中国人民就能得以解放 所以他们支持川普 我呢是更倾向于拜登 执政 为什么呢 一拜登是由现在来看 拜登是美国 选民美国民众 还有美国精英阶层 高瞻援主 所达成的统一 在选票上已经得以体现 应该是拜登 会当选 下一任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 第一尊重美国的选民的选择 美国各阶层社会 的这种意志 因为这是美国总统 你是作为一个 英国人也好 俄国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你可能有你的想法 但是那是美国总统 虽然他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 是会施加于全球 对全球进程有重大影响 但你只是你的一个想法和诉求 不要这个太过于执念 第二就是 拜登 为什么比川普执政 可能对世界的民主自由进程 对邪恶政权的打击 包括中国更加有利 因为川普 也有一些是行为是比较近视 更重视于国内和更重视于一些细节和战术方面的东西 尤其是在这个美国优先的这种号召下 感觉世界都占了美国的便宜 无论是对敌对的这种暴政也好 还是对自己的传统盟友也好 都加以压力 寻求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甚至有一些是毫无道理的 甚至是撕毁过去传统协议 传统方式的 有点不管不顾的味道 同时他退出了大量的这个国际协作 而不是对这些协作或者国际组织加以改革 一怒之下就退出 改革太麻烦 干脆我退出 这样美国可以少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但同时你退出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 别的强力国家进行补充 这些强力国家 我们看到的 比方说中共政权 它很强力 但是它是一个专制暴政 它是不公开民主的 它是非透明的 它的出发点是邪恶的 如果由它在这些组织之内 任凭它兴风作语 是川普总统的一大失误 是自由世界的一大损失 你想想一个一个的群在那 做一些事情 通过这些群 通过这些协会组织来影响世界 而美国竟然退出了 美国这个最强力的成员竟然退出了 中共就可以施加它的影响力 影响世界的文明发展 这是多么可怕与可悲的一个事情 这是川普的执政非常重大的一个错误 而拜登 相信他的传统的建制派 政客的这些理念与工作方式 面对政治的这种圆滑处理 成熟的呃 工作也拜登也有他的承诺 会迅速返回国际相应的协会与组织 重新把退的群再拾起来 甚至再组建一些新的群 像当年马上就要 刮刮落地的TPP 也就是后来美国退出之后 日本没办法收拾烂摊子 拾起来的CPTPP 这个就是对中国的卸制 也就是川普成天喊 在最后一年喊 高喊的那个 就是要和中国脱钩 重塑产业链与供应链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 经济体系 把中国的努力安全暴政体系排除在外 当时奥巴马已经促成了 川普把他退出来了 还有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如此不堪 和中共苟且 坑枪一气 隐瞒病毒的最起码是 阻碍病毒的调查 帮助中共隐瞒病毒的传播 是否中共在这里面有责任 是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不能现在断定就是他造的 因为没有事实依据 但我们有权利怀疑 我们不能断言就是他放的 但我们也有怀疑的权利 你如果要是中共认为不是 那你应该拿出证据 你应该坦坦荡荡的接受 世卫组织以及全球 各相关受害国的公正的调查 只有调查清楚 事宜之后才能还你清白 你反而这在掩掩 更让人看到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川普也退出了示威 感觉世卫没有他的 没有按照他的思路来进行 让美国和自由世界蒙树了不公正 我退群 不公正的地方我不待 任性 但是完全非理性 只有把世卫组织 改造成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独立的机构 才能够为人类的卫生 为人类的医疗做出这种负责任的工作 为今后预防这种类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甚至是生化袭击做出好的防卫 其他的例子 比方说像气候协定啊等等 这是关系全球所有人类和动物植物 所有生命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协议 你如果感觉不公 中国采取一些伎俩 少承担责任了 那你可以把它进行改变 如果还有一些流氓政权中国之类的 可能会不尊处协议 我们这些法治国家都讲的是诚信 会老老实实遵守 轮到中国的时候 他可能会像世贸一样 像中英联合声门一样耍赖 那到时候你可以采取强力的措施 约定好进行怎样的惩罚 你到时候也要坚决的贯彻 不要像这个世贸组织一样 中国承动的没做到 但是国际受中共这个经济利益所绑架 为了换取更多的本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采取了纵容 而没有对他进行惩罚 大家以后看清楚这个趋势 就要严格执行就是了 而没有必要退出 退出有什么好处啊 没有任何好处 借这个机会也把和昨天两个朋友聊天 跟他们学到的一些东西 还有所感悟的一些东西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 拜拜